那我的建议是 你既然都跟对方出来吃饭了 我希望你对食物的执着不要那么高 你要记得你今天不是出来吃饭的 而是你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增进感情的 所以你今天的目的是 要让对方对你有个好印象 而不是你这顿有没有吃好吃饱 老实讲你今天吃了多少 吃得好不好都不是重点 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不要让这些吃饭的坏习惯 让对方再也不想要跟你往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Jerjin Jessie 如果今天你现在搞暧昧 刚开始跟别人交往了 那你一定逃不过这一关 就是跟对方一起吃饭 那为什么今天我特地会把吃饭这一点揪出来讲呢 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 忘记注意自己的礼节了 而你做出来的某些行为呢 很可能会马上影响对方对你的印象 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没家教很自私的人 甚至还会对你产生其他不好的联想 所以今天呢我就来提醒大家 在吃饭的时候绝对不能出现哪些行为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吃饭吃得很急 我知道有些人个性比较急 然后又要怎么办 你马上就把你的饭吃完了 那接下来你是不是只能坐在那边等他慢慢吃 可是他没有像你吃的那么快啊 所以要等的话一定还得等上一阵子 这自然会让对方产生个心理压力 会觉得是不是以后跟你出去吃饭 也得要像你那样子赶快把饭塞进去 免得你们之后尴尬 所以我这边的建议是 希望你能放慢自己吃东西的速度 吃小口一点 吃慢一点 配合对方的速度 慢慢的吃 而且你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等两个人的餐点到齐以后 你才可以动快 绝对不能因为你的餐点先来就开始吃饭了 要是你先吃了 然后你吃了又很快 那这尴尬的时间不就拉得更长了吗 那第二个我要提醒的坏习惯呢 就是护食 什么是护食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狗狗 就是他在吃饭的时候 你去拿他的碗 他会跟你发脾气 那人的护食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 如果对方去夹你的菜 去吃你的那一份 你可能也会跟对方生气 那护食的人呢 还经常做一个行为 那就是他经常会把自己喜欢的菜 先夹一堆到自己的碗里 不让别人吃 因为怕别人抢走 那这些行为呢 都会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很自私 很不懂得分享的人 而且他甚至会觉得 你可能就是在家里被惯坏了 所以你在出来吃饭的时候 你才会下意识的有这样子的行为 那我的建议是 你既然都跟对方出来吃饭了 我希望你对食物的执着不要那么高 你要记得你今天不是出来吃饭的 而是你借着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增进感情的 所以你今天的目的是 要让对方对你有个好印象 而不是你这顿有没有吃好吃饱 老实讲你今天吃了多少 吃得好不好 都不是重点 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不要让这些吃饭的坏习惯 让对方再也不想跟你往来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非常介意自己吃得比对方少 我觉得这种情况常常会出现在 喜欢AA的情侣或朋友之间 他会觉得 既然都要AA了 那我就要吃回本 我绝对不能吃得比对方少 如果我吃得比对方少 那我就是吃亏的那一方 而且因为你心里这样想 你的行为就会表现出来 你在吃饭的时候 可能就会吃得很急很快 狼吞虎咽 甚至跟对方抢菜吃 对方是会有感觉的 他会知道说 你是因为今天不想吃亏 所以才会做出这些行为 而这些行为呢 会显得你特别的爱计较 不大方 那我相信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不喜欢一个这么爱计较的人 因为未来你们还有很多时间要相处 如果连吃饭这件小事 都得要计较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未来你们很可能会有更大的冲突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一道菜里面 只挑自己喜欢的部分吃 像是青椒炒肉丝 你可能就把肉丝的部分都吃完了 然后青椒全部都留给对方 就会让对方觉得 你是一个没礼貌 没家教 又非常自我中心的人 你完全没有想过 你把那些部分吃完以后 对方有没有要吃 感觉对方就应该当你的回收桶 自动把你不喜欢那一部分给消灭掉 那我真的觉得就只是吃一顿饭而已 不需要计较那么多 也不需要用那么多的心机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让对方在吃饭的时候 对你的印象加分 那你可以试着观察对方喜欢什么 如果发现了对方喜欢哪一道菜 你就可以刻意叫他多吃一点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行为 对方就会觉得 哇你贴心又大方 对你的印象很好 那除此之外 每一道菜快要吃完的时候 你都可以问对方说 哎你要不要吃 不要的话你才去夹的话 对方对你的印象也会很好 因为这两个行为都表示了 你为对方设想 你考虑了对方 对方自然就会觉得你是把它放在心上的 好啦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我 也欢迎在线上跟我进行一对一的对谈 我会根据你的情况做分析 并给你最终肯的意见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